板橋六歲男童 放學途中離奇失蹤 綁匪電話威脅 藏放紙條勒熟一千三百萬 男童卻同時被發現 早已棄屍烏來山區 家屬悲痛力求振作 竟也慘遭不幸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林秉鴻私票懸案 爸爸媽媽等了很久 一直等說那小孩不回來了 他就是跑下去 因為他從安親巴出來 又打電話 他應該講會回來 他不知道在外面去撿到 但等到一通電話 說你的小孩你我的手 你的小孩在我手上 要一千三百萬 現在哥哥去哪裡了 哥哥變壞人帶到 三歲的弟弟同言同語 口中的壞人到底是誰 1997年10月 就在全國 籠罩在一片百曉燕暗的 驚悚當中時 就讀國小一年級 才剛入學一個月的 林姓男童 突然人間蒸發 我的小朋友很乖 很乖 很走勢 來 來 喂 林大太 對 那個富山貴 對 十八航口 對 這八是個志士堂 你現在趕快去拿 為什麼呢 你趕快去 要投資了 就在當時 當天晚上 同一時間 在我們的台北縣 這個烏來的 這樣的一個叫做 紅河谷那附近 就在路邊的小溪裡面 被人向警方 這樣的一個氣泡說 這裡有一個孩子的死體在這裡 這個時候唯一失蹤的就是林秉虎 所以台北縣 還是趕快通報海山崩渠這邊 趕快叫林爸爸把林媽媽 到現場去執政一下 來 來 這裡 來 等一下 你看到這裡 看到這裡 警方封鎖氣勢的現場 以繩索及樓梯 將林秉虎的屍體脫掉上來 我很想知道 為什麼 我沒有跟任何人結下 任何人深仇大縣 為什麼 我很想知道 歹毒為什麼這麼殘忍 好不好 幫助我 幫助我抓到歹毒 好不好 往往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 做好環境跟物品的行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神物化器 來噴這個水神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神隨手噴這個部分 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GO